今天我们又来赶浇 Avanggan 我们来让他分享一下他的另外一辆车 也就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 C-Segment SUV Proton S70 来我们来欢迎一下 Avanggan 大家好,我又来了 所以我们先问一下 Avanggan 这辆S70你驾了多久? 两年多 两年多 我已经ROTEC两次了 所以你不是2018的是吗? 没有,我是那个CKD的 哦,你是买CKD的 我买CKD的,CKD出不久我就买了 对,因为我没有买CPU 因为CPU之间有几个问题 所以我就买CKD,我买CKD就讲 那个几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Soft 了,所以我拿到CKD的 就是那个7DCT的篮本 对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你会买Proton HEC? 那时候是最胎咯 因为我的身体我一定要买大两一点 所以我不能买小两的 因为我肯定我有了 然后我没有SUV 因为我拿的是最高 spec的 那个PREMIUM X PREMIUM X 对,有天窗的 对,有天窗的 所以我就拿那个咯 我就拿那个 因为 在Sentenna那时候 最便宜是它 然后FUNCTION最多就是它 所以我们买车 我们也要看巨台的嘛 所以那个Segment SUV没有 我就拿那个咯 之前买的时候我们已经驾了嘛 我们已经驾很多车了 我们已经驾很多车了 所以我讲OK 这个可能会骂我咯 虽然是它的样子 有一点old school 的样子 其实是Creator Orang Tour 好像是老人的车咯 但是我还可以 它是合适的 它是合适的 NIKAN 对,NIKAN 然后可以啦 价格也是不错啦 在长时间 这辆车 就是讲 你买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东西吸引到你 哪一个变化 我觉得3是舒适的 它的空间 蛮大 然后力量 力量 不要讲力量是没有力量 at the same time for me 是舒适的 最重要是舒适的 然后你觉得它的MVH好吗 MVH OK 不错 很好咯 MVH 不错 对 unless有一个问题 那个如果你坐到后尾 如果你acceleration的话 你会听到一个东西在后尾 but at the same time 如果你驾车 你是停不到的 MVH OK MVH OK 如果MVH 100分满分 你给什么分 maybe85到90吧 OK 不错 然后这辆车 你讲较两年多吗 你有遇到什么问题没有 有 是small small route 第一 就是 那个天窗有声音 ASPG 下雨过后 我不懂什么问题 ASPG 下雨过后 它好像有一个布 好像有声音 这种小事情吧 对 不过干了过后就OK 小事情 那个小事情 其他 on the engine 没有问题 engin everything sperr parts全部 so far 我没有遇到有问题 so far service 现在我两年多 minus已经50多千 要60千了 要6万了 差不多6万了 所以6万人家用差不多三年咯 所以我on track咯,我两年多了过后 所以现在差不多用6万 so far没有major,只有minor罢了咯 之前有天窗,有声音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我那个sunroof的那个roof ray啦 有一个tort掉 我不懂怎样tort掉我也不懂,不过我已经换了 so far small problem 没有那个 所以其实来讲这辆车就是你的delica啦 对,delica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as a crew car咯 也是我们出去shooting啦,也是用那辆车咯 哦,又蛮大了,舒服 对,舒服,特别是走远路咯 走远路OK 在那些equipment,然后有力可以走 对,对,有力OK啦,其实 你要讲没有力也有啦 虽然它的重大概两弹左右 不过power有吗 power有吗 你最远去过哪里? 最远啦,那辆车我觉得 去打 去打,去打很多次 因为我的老婆是去打人嘛 所以回去打很多次了那辆车 哦,就是加那辆车回去老婆的kampong 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老婆应该很喜欢这样子哦 因为真的做得很舒服 对,真的很舒服 因为这辆车是2018年没出嘛 然后很多年了 嗯 这辆车你现在看它还是不值得买这辆车? 现在还是值得买 unless harder safety in gear 应该要 improve 了咯 尤其是在那个 harder system 咯 harder system 要 improve 了咯 so for me, right now for a moment 啦 暂时它 如果 compare among other competitors 我觉得 还还好 不过人家讲那辆车吃油 嗯 for me 1.8cm 这样重 还好 因为我 full tank 我可以走 500多公里 诶,是吗? 500多公里 还好啦,还好啦 OK啊 吃油,如果你 from sedan 你去那边 你当然会觉得很吃油 嗯 因为它当机蛮大嘛 70 liter嘛 so for me 吃油,吃油啦 不过还好 我还可以接受 Accessable 啦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Proton 刚刚出一个 2022 的 MC 版本 对 对 你对这样车有什么看法? 对这样车一模一样 不过 in terms of the face 咯 我不懂啦 这个是我老婆的 report 他讲 诶 什么粉片啊 这个黑色的 因为 它换嘛 它换黑色啊 Panel plate 它讲漂亮 我讲 哦 这个是最新的 我讲 这个是 MC1 这个是最新的 我讲哦 Engine 我讲是 有些是一样 1.8 Asim Time Engine 不一样 0.5 类 Enjin 咯 在设计方面 是一样的 一样的 but 有一点分别 看到它比较漂亮一点点 它的那个 其实它的那个Piano Black 是好看的 对 我前头Piano Black 对 对 对 但是 你 你驾了1.8 两年嘛 嗯 1.5 你驾过吗 有 我驾过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差不多都一样咯 我觉得咯 因为 它的分别就在Engine 咯 Engine 也是我们 Family 咯 是在那个 X50 的Engine 咯 3-Sinder Engine 我觉得还好 因为 我也是有X50 我也是有X70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不过它的 它的这个 它的MVH 比X50 比较好 好很多 嗯 in terms of 它 absorption 那个声音 Engine 的声音 因为 我们每次讲 3-Sinder 很超嘛 嗯 but 这个放在X70 里面 我觉得 更加好 比X50 更加好 因为它的 Firework 更加好 对 它实际上它的 Cover Engine Cover 咯 软咯 那个真的是 它真的帮助很多 因为我时常 我时常有 Weaver 问就是 我想买X70 可是我怕 那个 1.5 没有力 啊 其实 我也是有这个 perception 讲 1.5 没有力 因为 10.8 嘛 这样重 然后你放 1.5 如果看 number 的话 1.5 比 10.8 低 低了很多 如果我这样想的话 on the logic 来想啦 on paper 来讲 诶 当然是没有 没有什么 money but 我嫁了过后 surprising 那天我有做一个 Video 因为我们看 10.5 跟10.8 OK 这个已经输了 In terms of the talk In terms of the power House Power 输了 so 如果我们做 Drag Race 的话 肯定输了 but surprisingly 他赢了 赢了 真的 我那里 如果你们看我的 Video 之前 我没有错过 我们shoot 那辆那个 Drag Race 三次到四次 even 我们换 driver 我不信了嘛 我讲 诶 这么好会赢呢 所以我们换 我们 我做两次 and then 我们 testing 我们 swipe 1.8 去 1.5 1.5 去 1.8 也是一样 他赢 so 也不是人的问题 是车的问题 对 他还是赢 如果我吓到了什么 我讲 in terms of the paper 他输了 输很多 对的 输很多 几十万 forward in terms of the race 诶 他赢了 我不懂 用什么 magic 但那边我不懂啦 所以这种 是骗不了人的 对的 对的 因为我 test 三 四次 他对你知道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我 我也是有跟一些 reader 去 explain 过 对 就是讲 OK 虽然讲 你看这1.8 是 它马力比较大 它车戏比较大 对 可是 它其实那个 engine 很旧啦 对 可是1.5 是新的 engine 对 它的 response 什么 其实都比较好 对 看车其实不可以单单看 horsepower 嗯 要去看实际的表现 因为它是新的 software 它有去优化过 它有去改良过 所以其实我自己家也是 家来我觉得差不多吧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它在 city drive 嗯 它更新 更好家 因为1.8 你家它可能有反应有点慢 会吗 你会这样觉得吗 呃 我觉得它有一点 delay 它有一点delay 它有一点delay 好像有 其实两个 其实对我来讲哈 我家来看 两个都有delay 嗯 有 不过我觉得啊 我觉得 1.5 的delay 比较 多一点点 比较长一点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啦 嗯 因为 1.5 & A 跟1.5 同步 人家有 一定有一个 perception的 underpower 一定有的 对 so same situation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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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 10.8 跟1.5 如果你问我 我一定有一个 perception的 看 number 啊 这个 当然是 它的power 比较低点 是不是 不过我们 驾了 过后 它 touching了我的 perception 然后讲 诶 只有power 不是没有power 有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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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好 像你说 Sony讲哦 它1.5是新的 新的 1.8是旧的 新的 所以新的 一定有improvement 所以 improvement那边改了 后 它令到这个 引擎 比较有power 甚至 它的horsepower 比较少 不过它的response 比较快 我觉得这样的 然后我 自己啦 我自己 那时候我跟 proton 驾了这个1.5的 X70去 Tesaru嘛 对 然后我自己驾到 我觉得 它比1.8 省油一点点 哦 这个我不懂 不过 如果问我的话 省油不省油 very subjective 那个 depends on 那个人家咯 不过 不过 on logic 来讲 当然是 10.5 比10.8 也要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10.5 比10.8 省油 and then plus 10.5是最新的 engine 对 省油当然是更加省哦 对 所以这个这个是真的咯 然后 你看 呃 官方的这种 data 嗯 它1.8的 0到100是 9.5 OK 然后 1.5是9.8 哦 OK 这个也差不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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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 Draxex 因为更长嘛 是不是过了那个 对 所以 1.5 赢我觉得 没有surprise啦 对 但是就是 很多的人要改变一下想法 就是可能 他们觉得 1.5一定是属于1.8的 我觉得 这一点可能大家要改变一下想法 因为 毕竟 一个是新的东西 一个是旧的东西 嗯 讲的 我们每次都有一句话讲 买新不买旧 嗯 新的 其实怎样都是比较好的 不过 不过讲来讲 我们分不出哦 嗯 那里一个是 1.5 那一个 1.8 因为是一样的嘛 对啊 所以 我们分不出了嘛 所以 因为如果 我 这个我觉得它是玩在psychology啦 嗯 你在面前有 1.5跟1.8 当然你也要1.8 嗯 因为我们的 pensation讲 1.8一定更加power 嗯 所以我们有这两个option 我 我一定拿10.8的 嗯 对不过 你架了过后 你会 它会欠你的脑袋咯 我觉得 对对对 啊 就是要试架了才知道 对 不过 有几个看法啦 其实 depend啦 一个是 Lotek 比较便宜咯 10.5 比较便宜咯 便宜很多 OK U 比较省一点咯 对不对 and then 比较省一点咯 所以 所以 depend啦 其实我觉得10.5也好 10.5也好 两个都有两个的好处 我觉得咯 如果你问我的话 因为那个 engine 比较旧了 不是旧一点点 旧很多 很多年 很多年 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 reliable 两个都 reliable 因为 两个都是 proven engine 了的 所以如果拿的话 我当然是拿最新的东西咯 要新的 对对 就是我也是一样 因为昨天我刚刚 驾的一个 1.5 all-wheel drive 啊 尤其是你在一般的驾驶哦 你在市区驾驶多 就真的感觉不到太大的差别 然后 我自己feel到是 在那种 city drive 有时候你红绿灯起步的时候 1.5 会比较轻一点 它的起步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点 嗯 然后那个动力就很 smooth 然后我 我驾驶时候就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 smooth 的车的 舒服吗 我现在我觉得还不错耶 其实 所以其实我的看法跟你一样 如果是真的是 真的要选的话 嗯 买新不买旧 嗯 是最好的 OK啦 这样这个影片的最后 我们来让 Avagan 以一个两年多的车主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要买这辆车的话 这辆车是不是还值得考虑 其实要买这辆车 你要看你买了要做什么 嗯 对这个最重要 如果你家人大的话 大概你家人有六七个人的话 就不敢了 我不敢买了 所以你要知道的话 你的 purpose 买了这辆车要 要做什么 嗯 所以如果你要在 own driving 我觉得不大干嘛 因为 因为 因为油有点大量咯 所以 如果问我的话 好像我的话 我觉得 我想怎么我买 因为 因为那时候 价钱最便宜就是它 嗯 然后方向最大就是它 那时候还有 igor button 那时候 那时候又可以开天窗啦 everything 很相当的 都可以控制啦 甚至你可以控制 再电话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买车都没有 没有 在我们这里 就是选手没有 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可以控制 再用电话 对,真的很好用 因为如果我有试过在家 没有人嘛 然后在家没有人 然后Post来就来送东西 我要讲放 我讲OK 阿爸,阿爸,都可以 再开放东西 关,我就可以Lock 哦,安全 对,这个真的是好处 可以这样子用 可以用 我用很多 因为我家有CTV 我可以看到 我讲OK,我开了 即使我买PS5 我没有在家 我再电话开 它放在这里面 关,我就Lock 然后我回家我就拿 所以这个真的是最好的 我觉得 如果你问我 可以买不可以买 我觉得 因为我都买了嘛 如果你问我可以买的话 我讲可以买啦 因为就算是到现在 这个价钱130千左右 你要拿到这样子的SPEC 然后还要从这个Segment 基本上还是没有啦 所以如果你 今天你是追求一个 价钱合理 然后你要有这些东西的 这辆车还是可以考虑的 对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你的Purpose 买来做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试驾先 对 你没有试驾你不懂的 你可以拿我们的 comment as a 参考 最重要是你要试驾 因为那辆车 买了过后 你一定要供 5年 7年 9年 最少都5年 对 每个月 每天你要跟它在一起 每个月你要供车骑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 你要喜欢啦先 如果你买一个东西不喜欢的话 你一定要非常5年 5年还是7年 这个最重要的 如果是讲你想买1.5 人家跟你讲1.8比较好啊 不用紧 你自己试驾先 你自己就会有答案了 对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啊 你看我们每次请Avanggan 那个内容就是很满的 满满的 可是你不要看这个影片很像很短价 其实里面的内容是满到干货满满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正是想考虑这个S70的话 这个影片你一定要看 然后在影片的下面我们也会放到Avanggan 这个他们去跑零私的影片的连结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记得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follow我们的YouTube 还有Avanggan的Instagram 跟Avanggan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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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